我邀请柳如烟加入我的欧洲毕业旅行 出发那天 我才知道她将她六个闺蜜都带上了 其中还有一个男闺蜜 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要我搬 飞机票和酒店要我订 却连一个笑脸都没给我 花销我负责 稍慢一步就会得到一堆的埋怨 到法国时 柳如烟非要效仿法国人的浪漫 跟她的男闺蜜在埃菲尔铁塔下激吻 我愤怒扯开两人 却遭到他们的围攻 他们只是朋友 只是外国礼仪而已 你也太激动了 是啊 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 女朋友不赞同地看向我 她觉得我小题大做 她说只是朋友而已 她跟她男闺蜜 自小就认识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既然她这么喜欢她的闺蜜们 他们就锁死吧 正文开始 当天我带着他们去最繁华的街道 让他们感受到一下 法国少年们的热情 趁着少年抢东西时 我直接离开 吉伯达 你怎么才来 你知道小燕他们等你多久了吗 我进入机场 一个微胖的男人就冲到我面前了 他的手指都快戳到我脸上了 你呀 有病去治病 我打开他的手 没好气地说道 吉伯达 你怎么能跟小姨这么说话 原来这个胖男人 就是柳如烟口中的好闺蜜 小姨 我一直以为她是女生呢 我女友挡在胖男人的面前 一脸怒气地看着我 小燕 他们是谁 小姨竟然是男的 你之前怎么没说 大学毕业 我爸妈 想让我继续出国读书 便安排了这一次欧洲毕业旅行 本意是想让我自己 选选以后留学的学校 柳如烟是我女朋友 已经见过家长 就想着结婚前 带她出去旅旅游 可她却带了闺蜜们来 她们都是我的闺蜜 她们还没有出过国 想跟着我来见见世面 我就将她们带来了 一腾成她一直都是男生 你没问 就默认她是女生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丝毫没觉得不妥 说得理直气壮 她们有护照 签证办了吗 机票买了吗 我三连问 护照和签证都弄好了 机票你现在去帮忙买一下 我们去搬行李 看在柳如烟的面子上 我没有计较 还是去帮忙买了机票 可当我们回到门口时 却发现 她们只是将行李搬到了入门的位置 她们七个人 足足有十来个箱子 吉波答 你怎么才来 快点将箱子搬过去 马上要登记了 柳如烟指挥着 我去搬行李箱 其余人说说笑笑 丝毫没有要搭把手的意思 我一个人搬 凭什么 我是出来旅游的 又不是出来找工作的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磨磨唧唧的 快点搬 柳如烟抢过我手中机票 带着她的闺蜜们 去往检票口 一直在原地耗着 也不是个事 我只能雇人帮我搬行李 十个小时后 落地伦敦西斯罗机场 他们再一次丢下我 率先离开机场 这一次 我只拿了柳如烟的行李 吉波答 我们的行李呢 一腾成向我质问道 你是没断奶的巨婴吗 我是你爸吗 你的行李 你不自己拿 你等谁给你拿呢 一个大男人斤斤计较 小烟怎么受得了你的 一腾成高高在上地指责我 好似我天生就该为他们服务 我的毕业旅行 你们死皮了脸的跟来 机票钱都是我出的 你哪来的脸指责我 你这么大方 你将其他人的机票钱一起付了 我打开收款码 递到一腾成的面前 你 你一个大男人 不会这么斤斤计较吧 只是六个人的机票钱而已 这都拿不出来吗 你放弃 只不过我一周的零花钱而已 我会拿出来 不管一腾成是真拿得出来 还是假的拿出来 他今天都必须将钱扫给我 我收到一腾成转账的瞬间 我的付卡也有一笔转账消息 好家伙 把我的钱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里 你用我的付卡给我付钱 你要脸吗 我 我 起伯答 差不多行了 付卡是我给他的 我欠他一笔钱 等我手头有钱了 我还你就行了 柳如烟夺过我手中行李 怒气冲冲往外走 小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旅行结束后 我就要跟柳如烟成为一家人了 这点小事 我也不想计较 一家人没必要算那么清楚 吉伯答 你故意在我闺蜜们面前斤斤计较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丢脸 我只邀请你来参加我的毕业旅行 你却带来了这么多人 他们护照签证都知道办 偏偏不买机票 他们这是 想我冤大头啊 其他事情我都依你 就这件事 我办不到 他们这是想来占便宜 让我负责所有人的开支 欧洲旅行本就贵 我还要带着几个无关的人 白吃白狠 除非我脑子短路了 他们是我的闺蜜 你怎么能这么想他们 就当是我向你借的 等旅行结束 我还给你就是了 我早就答应他们 不想让他们失望 还我 柳如烟以前就爱打着这个名头 找我要钱 但那都是小数目 我不在乎 可这次不同 我的钱只够负担我和柳如烟的开支 如今多出六个人来 这一大笔花销 不在我的计划里 我的毕业旅行的钱是规划好的 没有那么多 付卡我也停了 他们要是没钱 就回去吧 来时的机票 就当我资助他们的 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 我现在还很累 不想跟他继续扯了 我爱他 更愿意做冤大头 是另一回事 我雇的车到了 你要跟我走 还是跟他们离开 柳如烟要是非要带上他们 那就别怪我狠心了 车快开走时 被柳如烟叫停了 他们自己负担开销 我们一起去你订的酒店 可等到了酒店 就不是那回事了 他们打算六个人 都住在我给柳如烟订的酒店 全是女生 也没什么 偏偏一腾成这个怪胎 我肯定是不想 跟一腾成一间房的 柳如烟 你觉得没问题吗 我对柳如烟的耐心耗尽了 一路上他骚操作不断 有什么问题都是闺蜜 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 一直都是这样的 柳如烟不觉得有问题 他一腾成是男的 你们六个女的 跟他一个男人同处一室 还觉得没问题 一起长大的 就连性别都不顾了吗 男女有别 能因为一具青梅竹马 而不存在吗 吉伯达 你他妈的是怎么这么多 一会这个 一会那个 你儿们唧唧的 没完没了 一腾成指着我鼻子 骂道 就是 你要是看不惯 你出钱给我们开房啊 不出钱 你叫什么 柳如烟闺蜜徐倩文 跟着一腾成附和道 其他人这个态度 不耐烦地看着我 搞得我 像是欠他们的一样 随便你们吧 柳如烟刚才那个样子 应该没少跟一腾成 睡在一个房间里 他自己都不在乎 我在乎什么 之前每次跟我吵完架 他都去找一腾成 应该也是这样了 我突然没那么喜欢柳如烟了 我有些精神洁癖 他的所作所为 让我觉得 他有些不值得我为他付出了 回到房间后 我将今天发生的一切 告诉给我的小表妹 我刚吐槽完 他将我拉进了一个小群 群名叫讨厌的人成为我嫂子了 要怎么办 我表妹杨宇田 一直不喜欢柳如烟 我进群不一会 就有不少人跟我吐槽柳如烟 我在他们口中 认识了一个全新的柳如烟 在我眼中的柳如烟 都是他伪装出来的 杨宇田每次来找我 柳如烟都在他面前指桑骂槐 说他用我的钱 可我明确地告诉过他 杨宇田的所有开销 大姨都打给我了 杨宇田家也是做生意的 人家不差这点 柳如烟还让我的这些弟弟妹妹 给他代购过不少东西 我立马将钱补给他们 并让他们将当初的截图发给我 我回去就和柳如烟分手 此时此刻 我才看清楚柳如烟的真面目 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旅游暴露出来的 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 以前只是在我面前隐藏着 他觉得见过家长 给了彩礼 婚事就是板上钉钉了 哥 你的恋爱脑终于好了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你不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在我面前他完全不是这样 准确来说 在没有见家长 给彩礼之前 他还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的柳如烟只是有些小脾气 本质上还是个好姑娘 能听得进去话 如今的他 我是全然陌生的 因为面子 就敢答应 带这么多人来欧洲旅行 全然不考虑自身的情况 或许他们从一开始 就拿我当冤大头了 想让我承担所有花销 你以前恋爱脑那个样子 我哪里敢说 别到时候 你们没分开 还跟我关系不好了 杨宇田吐槽道 我跟杨宇田聊得起劲 被打断了 杨宇达 我饿了 带我去吃饭 柳如烟带着他的闺蜜团 敲响我的房门 我原本不打算理会 可他竟然说我出事了 带着前台和酒店的医疗队 来开我的门 柳如烟 你想干什么 我们饿了 带我们去吃饭 柳如烟没觉得 他的行为不对 你们饿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去酒店饭厅去吃啊 杨宇达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一顿饭前 还计较得这么清楚 我都要嫁给你了 你就这么对我 柳如烟站在门口 撒泼打滚 吵得其他人 纷纷探头来看热闹 最后一次 明早我就离开这里 之后他们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的毕业旅行 不能因为这些人毁了 到达酒店餐厅时 他们如秋风扫落夜般 席卷了最贵的食物 餐厅的服务员多次强调 吃完了再拿 不能浪费食物 可他们压根就听不尽 反而觉得服务员瞧不起他们 认为他们吃不起 不知道他们 是从哪里听出服务员这个意思 反正就是将餐厅弄得一团糟 我不想跟他们丢脸 独自坐在角落 安静地享受食物 偏偏有人 不想让我安心吃饭 一腾成借着打闹的油头 将一杯冰水 拖到我身上 你觉得我是个软柿子 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 我抓着一腾成的头 往餐桌上撞去 他反手 想要来扯我的头发 我直接卸掉他一只胳膊 别看一腾成这么胖 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他的反抗 压根不够看 吉波答 你干什么 柳如烟冲到我面前 将我推开 刚才一腾成给我泼冰水 他还坐在那里笑 如今却担心起一腾成了 他那担心的样子 好似一腾成才是他的男友一样 他刚才干什么了 你没看见 小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怎么这么敏感 你快点送小一去医院 开玩笑 我觉得好笑的 那才叫玩笑 他这叫找茬 我跟他熟吗 你不是爱把大男人挂在嘴边吗 怎么这点小伤 大男人还要去医院啊 一腾成不是爱打嘴炮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一腾成疼得额头上满是汗珠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当他缓过进来 就给了柳如烟一耳光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原来是柳如烟的主意 柳如烟 你对我哪里不满 你要跟我开这个玩笑 身上的冷意比不上心寒 都怨你 明明只是个玩笑 骗你小题大做 柳如烟又端起一杯冰水泼向我 他的那些好闺蜜 为他出气 也纷纷效仿 我在夏日的室内 感受到了冬日的温度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而柳如烟全部注意力 都在一腾成的身上 压根没听到我的话 他们带着一腾成 匆匆去往医院 却要我来给他们收拾烂摊子 因为食物浪费 我还出了一大笔罚款 可这才是一个开始 当我浑浑噩噩地走到门口时 看到了不少人向我讨债 他们都是酒店附近的商家 柳如烟带着他的好闺蜜们 去逛了一圈 最后将账记在我头上 我是不想付的 他们死抓着我不放 我为了逃脱 只能先服软 每一家的账单 我都保留着 这一回的功夫 就花出去十万 他们这时将我当成鸡了 毫无顾忌地花钱 完全不顾我的死活 处理掉他们的烂账 我回到房间时 只觉得头重脚轻 我感觉浑身发热 草草洗漱一番 便睡下了 在我睡得半门半醒的时候 柳如烟打电话来 非要我过去给一腾成付医药费 柳如烟 我感冒了 你因为你们给我泼的冰水 我生病了 你关心过我吗 就几杯冰水而已 真矫情 不来就不来 找这么烂的借口 我告诉柳如烟我生病的时候 对方却一点也不在乎 连一句关心都没有 此时 我无比庆幸在婚前 看清楚柳如烟的为人 要是婚后我生病了 她怕是早就联系好了火葬场 只等把我烧成灰烬 就带着我遗产跑路 不知道是被柳如烟气的 还是因为生病了 头晕得很 这么下去 肯定会出事 我忙打电话 联系酒店前台 可我打电话时发现 我酒店的电话线 被人扯断了 我只能下去找前台了 酒店有专门的医疗队 感冒肯定能处理 我费劲地穿好衣服 从床上坐起来时 眼前发晕 直接倒在了地上 我好不容易爬起来 可浑身没劲 摇摇晃晃往门口走去 刚打开门 人又一次昏倒了 等我再次睁眼 身处陌生的房间 我想起来 被人按下了 将感冒要喝了 好好休息 一张亲切的亚洲脸 熟悉的中国话 让我安心不少 有人找过我吗 我一边喝感冒药 一边打开手机 我对柳如烟 还抱有最后一次希望 只听到你手机不停地想 但我打不开你的手机 不知道有没有人找你 打开手机 数十条短信弹出来 这张卡 是给柳如烟的彩礼钱 五花八门的花销 什么都有 一天就花掉了十万 其中 男士用品占比最重 我自然不认为 这些东西是买给我的 那东西都是柳如烟 买给伊藤城的 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我的头上 早就戴绿帽了 这张卡 是以我的名义办的 告诉柳如烟 让他转走 他应该是怕麻烦没有转 现在倒是方便我了 我直接将他卡停了 没出三分钟 柳如烟的电话 就打进来了 我消失了一天一夜 他不关心 没钱立马就知道 要来找我了 吉伯达 你给我的那张卡 怎么回事 哪张卡 不清楚 这是你给我的彩礼钱 你不清楚 当初说好的三十万 怎么一下就没了 真厉害 一天用三十万 用不了就是没了 我直接挂断电话 你好 我叫吉伯达 谢谢你照顾我 秋瑶 都是老乡 不用客气 我请你吃饭吧 我们这边刚出房间 就看见柳如烟 带着人怒气冲冲找来了 好啊 我说你怎么 对我朋友那个态度呢 原来是出轨了 有了新欢了 柳如烟不了解事实 直接将秋瑶打成小三 柳如烟 你说这话 你是谁啊 我是你女友 你的未婚妻 我吃笑一声 你现在知道 你是我的未婚妻啊 我生病了 昏倒在酒店门口 要不是好心人帮我 我说不定就烧傻了 那个时候我的未婚妻 你在哪里 在陪你的好闺蜜呢 小姨的伤是你造成的 我在替你赎罪 再说 谁知道你是真生病 我哪里判判得出来 又是这样 明明是柳如烟的错 她却爱将问题 推到我身上 以前我能包容她的小脾气 是因为我觉得 她只会在小事这样 如今看来 大事小事没分别 她就是不在乎我 那我失踪了一天一夜 你有联系过我 我病还没好 你就带人来 质问我前的事 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是第三者 你算什么未婚妻啊 我对柳如烟 最后一点 执念也没了 吉波达 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你怎么总爱翻旧账 柳如烟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将她的问题 推给我 她做错事了 但是我说话的态度 有问题 那就是我的问题 哼 柳如烟 你颠覆了我对你的认知 我们分手了 请你在一周内 将彩礼打回那张卡 给彼此留点体面 别逼我闹得太难看 分手 我没同意分手 凭什么分手 我有些不懂柳如烟了 她明明喜欢伊藤诚 为什么不直接 跟伊藤诚在一起 分手而已 不需要你同意 我跟秋瑶 道了一声抱歉 这次怕不能请你吃饭了 留个联系方式 下次我请你 我现在没了 什么旅游的心思 又生病了 我现在只想回国 没事 身体要紧 我目送秋瑶 回到房间 这才往我房间走去 可柳如烟 和她的闺蜜团 不放过我 几波达 你准备去哪里 回国 为什么 因为我生病了 不能旅游了 你现在不是好了吗 徐倩文小声说道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柳如烟和她闺蜜一样 都是些只顾自己 不顾他人死活 他们不是想跟我一起旅游 是怕没了机了 穷游 而欧洲旅行 想要穷游 几乎不可能 可我现在生病了 想要摆脱他们这么多人 几乎不可能 既然他们这么爱旅游 那我送他们一场难忘的旅行 我不回国可以 接下来你们的一切开销 必须自己负责 柳如烟偷偷给其他人识眼色 其他人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的眉眼官司 一个小时 我们出发去 法国巴黎 见证一下浪漫巴黎的风土人情 我刚关上门 他们就在外面吵起来了 柳如烟 我们可是说好了你请客的 现在让我们自己掏钱 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 放心 你们先出 后面我不急你们就行了 几博达 可说了要跟你分手 你后面拿什么博 徐倩文不相信柳如烟的保证 几博达比狗听我的话 他才不会跟我分手呢 如今是在气头上 等我哄一哄 人就屁颠屁颠地回来了 原来在柳如烟的眼中 我对他的言听计从 比狗还要低一等 你们还不相信小烟吗 几博达之前 说了好几次分手 有哪次分了 一腾成说道 相比于柳如烟的话 这些人显然更听一腾成的人 他们压根就不是柳如烟的闺蜜 是一腾成的朋友吧 只不过这么多女性朋友 怕是不简单 三个小时后 我们在戴高乐机场降落 这一次 没有人坐腰 行李都是自己拿着的 原来你们会拿行李啊 我还以为 你们脑子有问题呢 连自己的行李都拿不了 我讽刺道 可他们不敢惹怒我 怕我直接撂挑子不干 直接回国 那他们的欧洲行就泡汤了 其中最难受的 就是一腾成 一腾成不敢来找我麻烦 便想通过别的事情 发泄一下情绪 而他选择最冒险的一条路 他竟然选择去调戏黑人 他见那名黑人女性 是一个人 对人家吹起了流浪哨 我看了一眼 那黑人女性的腰间 她有一个枪包 只是被她的胯包挡住了 我快走几步 出了几场 要命事情 我可不想掺和 反倒是柳如烟 还过去给一腾成帮枪 我回头看去时 柳如烟正一副 郑公娘娘的派头 对那名黑人女性 平头论足 一腾成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柳如烟这个样子 才像一腾成的狗 那名黑人女性 还是很理智的 她掏出枪 拿在手中 并没有开 一腾成和柳如烟 顿时哑声了 围在她们身后的闺蜜团 瞬间散开了 生怕跟她们沾上关系 事情最后 以一腾成和柳如烟 赔钱跪地道歉为结束 当她们在机场门口 同我会合时 皆是一脸菜色 这里可不是国内 下次再叫嚣 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实力 在去往酒店的路上 柳如烟一改常态 开始讨好我 我也没忘我的目的 也准备给她一个甜头 你放心 我怎么让你的朋友掏钱了呢 等回去后 我会给她们报销的 柳如烟得到我的承诺 立马分享给其他人 所有人眼神都火热起来 到达酒店时 每个人都没节省 都开了总统套房 衣食住行 样样都要最好的 就会直接被丢掉了 我带她们去埃菲尔铁塔下 在那里 有我给她们准备的惊喜 我的惊喜出现呢 她们先给了我一个惊喜 柳如烟和一腾成 站在埃菲尔铁塔下积吻 她们的闺蜜头 除了徐倩文 脸色不太好 其他人皆在起哄 你们在干什么 柳如烟不同意分手 结果给我来这一趟 现在戴绿帽子 都不避人了 我愤怒扯开两人 却遭到她们的围攻 她们只是朋友 只是外国礼仪而已 你也太激动了 是啊 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 女朋友不赞同地看向我 她觉得我小题大做 几博答 你也太老土了 我们在效仿法国人的自由浪漫 柳如烟这既要又要的样子 真难看 既然她这么喜欢她男闺蜜 那她们就锁死吧 我不动声色 朝暗处招招手 下一秒 跑出不少外国少年 她们直接包围了我们一伙人 抢走我们的东西 就连我的东西也不例外 我早知道雇佣她们 她们不会完全听我安排 我今天出门 只拿些不重要的东西 小偷 抓小偷 我一边喊一遍 朝着她们跑去 其他人想要追过来 一睁眼人就不见了 压根分不清谁是谁 我摆脱她们后 立马会酒店 拿上东西后 直接回国了 上飞机后 给柳如烟发完分手短信 虽然她看不到了 但流程要走 发完后 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到达京市 是杨宇田来接我的 她还为我准备一捧鲜花 恭喜哥脱离苦海 重新做人 什么叫重新做人 口误 哥 你之后打算去哪个国家读研 我不打算出国读研了 还是国内好 我打算考研 国外开明太不方便了 我还是留在国内吧 加油 没了柳如烟 你以后每天都是好日子 杨宇田是真的讨厌柳如烟 别提她了 会气得很 之后我一边在 我家公司帮忙 一边考研 整个人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要不是柳如烟来我家公司楼下读我 我都忘记这好人了 几博答 你怎么能将我们扔在法国 你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吗 柳如烟比之前黑了好几度 像是逃难回来的难民 我跟你已经分手了 你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我没有兴趣听他们的历险记 几博答 你之前说过 要给我们补上的 这是票据 你什么时候打给我 柳如烟像是没听到我的话一样 还想找我要钱 你听不懂人话 我们分手了 你们的开销 我凭什么不及你们 我瞟了一眼 每个人都是几百万的开支 真敢话 真以为我这个冤大头会买单 分手前 你也要将钱补及我 你说过的 有合同 什么 没有合同 我凭什么承担 我说过的话多了 我都要完成吗 他凭什么觉得他还能拿捏我 我绕过他 直接上了车 然而柳如烟没死心 公司赌完又跑去我家了 他向我父母哭诉 向他们要钱 可我早就将他的所作所为 告诉给他们了 父母一个好脸色都没给他 直接让将他扔出去 我生病时 柳如烟怎么对我的 他还像我父母像之前那样对他 怎么可能 柳如烟一个人不行 第二天 他带着他的闺蜜团来闹事 他们来问我要钱 还打着让我还钱的名头 这点小事对公司来说影响不大 主要是他们只喊口号 又拿不出借条 网友又不是傻子 肯定不信他们 我下班直接走侧门 不跟他们打交道 我到家时看到了杨雨田 他从他的那些朋友那里 打听到了柳如烟他们回来的办法了 起初 我们并没有将我的失踪当回事 只认为我是因为别的事情耽搁了 他们依旧按部就班吃喝玩乐 当他们最后一笔用完 这才发觉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被酒店扫地出门后 在街上晃荡很久 终于碰到了好心人 说是好心人 其实就是放高利贷的 那每个人几百万的流水 便是这么来的 高利贷涨幅多快 特别是不正规的那种 利滚利 一下就能带进去一条命 可他们不在乎 他们借着高利贷 还在法国玩了半个月才回国 他们是真的 将我会给他们补钱的话 听进去了 他们怎么就没有想过 我都把他们丢在法国了 我的话管什么用 谁给他们的自信 怪不得他们要死死巴住我不放 他们都不是富裕家庭 估计也补不上这么大的窟窿 柳如烟家里 不是挺有钱的吗 他不帮着还点吗 他家是连小康之家都算不上 他连自己的债都还不上 更别说是别人的债了 他的父母 我也见过 不像是贫困家庭出来的 那根本不是他父母 是他找来的演员 你怎么知道的 自从跟你谈过 要和柳如烟分手 我立马帮你调查他 你了解的他 压根不是真实的他 他有练胖痞 不只是他的那些 闺蜜都是 在你之前 他交往过的男朋友 越胖 他们越喜欢 怪不得他们那么维护伊藤诚 伊藤诚也不是很胖啊 看上去也就180 还没到那种特别胖的地步 他拿着柳如烟给他钱 抽汁去了 以前是个300多斤的胖子 杨宇田怕我不信 还将照片找来了 前一个信息 我还没消化掉 后一个信息 就被抛出来 柳如烟怀孕了 不是我的 柳如烟跟我在一起后 很介意婚前性行为 我便没有提过 我没碰过他 是伊藤诚的 是在法国怀上的 不止柳如烟怀孕了 徐宪文也怀孕了 也是伊藤诚的 太乱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们都做出这种事情 怎么敢继续缠着我的 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 我被人打了 是柳如烟的父母干的了 他们觉得 是我搞大了柳如烟的肚子 要我负责 一开口彩礼就是100万 这还不是全部 你必须给在京市买房买车 房我要别墅 车子少于百万我不开 柳如烟弟弟柳耀祖 一张嘴就是百万 我又不是神灯 什么药王都敢跟我学 我看你做梦比较快 你怎么跟你 小舅子说话的 柳父柳母 就因为我这句话 对我大打出手 我快速挣脱他们后 还是被他们 给打伤了 额头流血了 我的秘书直接报警了 当警察要将他们带走时 柳如烟才施施然赶来 吉波达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父母 你再这样 我就真的不嫁给你 他还没认清他的定位 他们是你父母 上次我们见的是谁 再者说我跟你分手了 谁要你嫁我 你快点将我之前 给你的彩礼还给我 不然我告你诈骗 见家长连父母都是假的 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我们死了 别让警察带走我爸妈 死不了 故意伤人 必须将他们抓起来 我一再退让 真拿我当软柿子 完全不把我的话 放在心上 这下柳父柳母不神气了 你个死丫头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你想害死我啊 扫把心 老子打死你 打死赔钱货 打死赔钱货 柳家这四个人 都挺难平的 没有一个正常人 当着警察的面 都敢家暴 私下不一定什么样呢 可我没心软 柳如烟这样 都是她自找的 柳父柳母 故意打人 造成我轻微伤 自被处八天拘留 并处罚金 四百元罚金 柳父柳母 还没从拘留所出来呢 柳如烟 又整幺蛾子 她在网上败坏我的名声 说她怀了我孩子 却让我还她彩礼 她将我同秋瑶 从房间出来的照片 放在封面 造谣秋瑶是第三者 这件事 是我连累了秋瑶 秋瑶有权利知道真相 当我将这件事 告诉给秋瑶后 她给我发了几段视频 是我在酒店的遭遇 被泼冰水 发烧昏倒 其中还有柳如烟 跟伊腾城的暧昧视频 我没有立马公布视频 而是想等事情热度涨上去后 一巴掌将他们拍死 一直被苍蝇烦着 也受不了 这一次出手 必须一劳永逸 我跟秋瑶说了我的计划 她对我计划 没有什么意见 柳如烟越编越上头 自己都沉浸到 她编造的故事中了 她真信了 我是渣男 她是无辜的受害者 柳如烟的故事 真的吸引了不少人支持 她的支持者 来攻击我家的公司 我家的产品 或许是她太过顺利 而我这边 又一直没有行动 自以为拿捏了我 她的闺蜜团 也出来为她作证 人均表演艺术家 原本不战队的网友 也动摇了 更多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声讨我 我在热度最高时 直接公布了所有证据 柳如烟的肚子的孩子 怀上时 我在国内 压根不是我的 我有充足的证据 我发烧昏迷时 柳如烟他们的所作所为 秋瑶只是一个好心人 结果被他们攀扯上了 我生病的时候 他们拿着我的钱 逍遥快乐 他们去旅行 不出钱 所有花销都让我全包 半个月用我三十多万 还说我自私 柳如烟怀了别人的孩子 更别的男人 在埃菲尔铁塔下积吻 还要拿着我的彩礼不肯退 要钱不成 就来栽赃抹黑我 一桩桩一件件 我都有视频或图片 相比于他们空口白牙讲故事 更有说服力 登高跌重 当初有多得意 如今就有多狼狈 三号也抵挡不住网友们的热情 第一个受害者便是柳耀祖 柳耀祖毕竟在上学 他一家所作所为 也在我当初公布的证据中 所有孩子都不敢跟他玩 他被孤立 就天天逃学 他读不了书 自然要不了祖 柳父柳母 不管柳耀祖 将错归在柳如燕身上 对他非打即骂 压根不将他当孕妇 孩子直接被打掉了 而他的那个闺蜜团 比柳父柳母更恨他 因为他的承诺 他们背上了巨额债务 一辈子都要打工还债 至于伊藤成 他比其他人好过多了 没了柳如燕捧着他 徐建文依旧喜欢他 打断他的腿 将他当猪养在家里 最后肥成球 他们的故事 还上了新闻头条 不然我也注意不到 不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考验上岸了 我继续深造去了 他们的纷纷扰扰 跟我都没有关系 全文完